亲爱的爱多美家人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青岛的营销总监杜书波 很荣幸今天我能来为大家分享爱多美的事业模式 那拉近你我的距离,从简单的自我介绍开始 我是地道的东北姑娘,青岛的媳妇 那从小呢,生活在东北的一个小农村 家里真的可以用贫穷来形容 所以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就是努力赚钱 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的日子 因为贫穷,所以没有读过多少书的我 就来到了青岛打工 从一开始,我就深知打工永远赚固定的钱 于是我和我老公就开启了创业之路 在开店的过程当中,跌跌撞撞,有成功过 也有投资一个店,一个月不到就关门倒闭 但是我们一直都在追寻着开连锁店 因为我们知道同样的24小时 连锁店可以倍增我们的收入 那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2016年,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了一家美商环保超市 因为产品受益,开始了了解经营 那在这个平台,我听到了两个全新的词语 第一就是安全环保的产品 第二呢,就是持续性的收入 持续收入当时深深地触动了我 这不就是我和我老公一直在想开连锁店想要的吗 我开始全力以赴经营了这份事业 那近四年的时间里 后来因为制度的考核 因为每个月的强制消费 我发现这份持续收入 并不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可以拿到的 正当我陷入了迷茫状态的时候 朋友给我推荐了爱多美 其实当时一口就回绝了 觉得跟之前的平台肯定也是一样的 但是为了给朋友一个面子 使用了产品 没想到一套牙膏牙刷 一套清洁四件套 加爱什洛特六件套 就彻底打开了我的心门 真正的高品质低价位的产品 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拒绝 我就开始了了解爱多美的事业模式 当我彻底了解完爱多美的事业模式后 我就全力以赴开始经营了爱多美这份事业 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动了我呢 又让我下了如此大的决心 首先第一点就是无风险 对于我一个老的实体创业人来说 现在人都不愿意做实体 因为现在的实体风险太大了 投资的风险 房租的风险 人工的风险 囤货的风险 甚至疫情不能开门的风险 所以现在很多人涌入了互联网 在互联网没有兴起的时候 不管今天我们是做什么生意 打比方说 我是青岛的 那原来我做生意 我就是做青岛本土生意 后来慢慢开始有了平台化 有了代理化 我们就做了整个省的生意 那么随着互联网没有边界 很多人开始做互联网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里 可以做整个全球的市场 但是现在的爱多美 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可能 它是做整个全球的市场 爱多美它是一家跨国性的 全球的一家公司 它区别于传统很多社交电商 和普通的平台 无论是中国 还是韩国 还是其他的国家 因为它一开始 就是走的全球化 我觉得这就是我愿意全力以赴 做爱多美的第一个 最重要的理由 第二点 就是爱多美超链接流通枢纽 超链接流通枢纽是什么概念呢 它是一个超链接的点 我们只需要免费注册成 爱多美超链接当中的一个环节的点 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在互联网计算机当中 我们只是一个代码 把人变成一个代码 那么所有这个互联网 正在运行的话 它一定要通过这个代码 第三点 爱多美GSGS全球采购 全球销售战略 把整个全球的高品质商品 采购到爱多美的平台里面 再通过爱多美全球流通枢纽 把它卖到全球去 所以说爱多美公司公开承诺 同等品质 我们的价位更低 同等的价位 我们的品质更高 这也就是爱多美的大众精品 这也就是能够让我们建立 超链接流通收入网络中 与每一个消费者关系 牢不可破的重要因素 就像我刚开始用到了牙刷 在漱口的时候 我就感觉水在牙缝间流动 每一颗牙齿的牙缝都刷得很干净 这就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感觉 那就这支牙刷 我猜它的售价 猜了四次 从25元猜到了12元 都没有猜到它的真实价格 原来它只需要7元 就可以买到这支牙刷 后来使用了清洁四件套 我认为我是一个比较注重护肤的人 用了清洁四件套之后 竟然感觉之前好像没有洗干净过脸 就这种品质 着实是让我感叹 分享真的是人的天性 就即使不赚钱 我也愿意把它们分享给我的家人和朋友 也因为爱多美提供了大众精品 是家家户户都需要的 用到的生活用品 所以能够帮助我们留住每一位消费者 家庭产生不断的复购 同时因为消费者对大众精品的认同 在爱多美每一次上架新产品的时候 大家又会自发的去复购和使用 这不就是我们可以在爱多美拥有持续和稳定收入的根源吗 这也是一桩生意可以持久兴旺的根本 那还有就是第四点 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过去的商业模式大多数都是资本运作或者是单打独斗 而在爱多美呢是所有爱多美人合力成善的崛起 19年我在韩国听董事长现场分享的时候 有一句话非常让我震撼 董事长说如果我们有能力 有资本 有人脉 我们可能早在其他的行业赚钱了 所以爱多美不是为了那些有能力的人准备的 而是为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准备的 因为董事长也深知 作为资源有限能力有限的很多普通人很难实现成功 所以他搭建了一个成功系统 让普通人可以拥有平台的事业 在这里公司的运营力就是我们的运营力 我们大家的能力和智慧都是共享的 我们只要搭上成功的列车 坚定信念的去经营自己的梦想 终会达到成功的目的地 我在经营爱多美以前 我是一个上台就紧张的人 每次上台之前都要一直去洗手间 因为实在是太紧张了 那现在呢 我也成为了爱多美的官方讲师 也可以在几百人上千人的会场 侃侃而谈 因为疫情的影响 面包连锁店也相继关门了几家 我也能看到老公的焦虑 但这时我会拍拍他的肩膀说 没事 有我呢 是爱多美给了我底气 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物 没有学历 没有人脉 在爱多美成功逆袭的人 我期望更多的爱多美家人 可以在这里像我一样获得人生的成功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的事业模式的分享 那感谢大家的聆听 感谢大家的聆听